肖先生来了 刚刚包好 一百朵玫瑰不要配花 看看怎么样 还满意吧 满意 特别满意 果然还是红色最好看了 这玫瑰不要配花 虽说红得有些乍眼 但看上去纯粹又热烈 的确是别的花都比不了的 肖先生 您真是有眼光 谢谢啊 那我先走了 好的 祝您今天一切顺利 借您吉言 给人证明这种事呢 当然越显眼越好了 祝您 两个人 金江文学成 不问三九原著 声儒万象 携手英雄联盟 猫尔FM联合出品 现代都市广播剧 四清 第十一集 第十一集 小哥你来了 小薇回来了 是啊是啊 小哥 你今天拿这么大一盆花 为了给小周一个名分 是要正式点的吗 真的吗 真的 没想到我姑个年回来 你们竞占神速啊 周最在哪呢 在楼上 不过放心 今天没派客人 楼上是两个看图的小姑娘 行 小哥加油 哈喽 北哥 华子好 玩这么大 特殊日子 大哥 你家花神来了 小老师 娄顺 来了 这不简单啊 这不简单啊 小哥 瞧好吧您 翅膀我想带点 就是那种看上去有飘逸看的 这样 对对对 就是这种 周老师 我的这个能不能和他的一样 可以 周老师 什么情况 快看 我以为你下午才来 就单纯送个花 送个谁的呀 还能送个谁的呀 跟咱俩的老师 这种能和一百多啊 有没有想你领导啊 有 这是什么电影情节 小老师 我以操人 真不用送花给我 我都快能开花店了 真逗 操人还不能收花了是吗 再说 谁说你操了 你们说说 周老师操吗 不操 不操 就是 我觉得很细致啊 你要不想要的话 可以还给我啊 那不行 你和周老师 是那种关系吗 你觉得是就是呗 神仙颜知 必须是神仙爱情 你俩是好朋友吧 是啊 是 能看出来吗 能啊 花先放下 让周老师继续给你们画图吧 其实画得都差不多了 对吧 对对对对 我俩就是想闻一段翅膀 刚才把药改的 也都跟周老师说过了 周老师可以不用那么急 反正离约还有一段时间呢 周老师 我们今天就先走了 对对 我们下午还有事 就不多待了 那回头让小北把程度发给你们确认 好的 谢谢周老师了 我们走了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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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不喜欢我送的花呀 喜欢 喜欢啊 嗯 喜欢的话 要不要做肖老师的家属啊 嗯 先聊聊吧 小老师 得先聊 然后才能做我家属啊 有些事 不聊透 不算对肖老师坦诚 先说 想不想做肖老师的家属 想 非常想 所以更不能隐瞒 那快聊吧 周老师 赶紧呢 我迫不及待想把你收了 你知道这口肉 我惦记多久了吗 我想 噓 先生 你没有预约的话 喂 我找走嘴 别挡道 小伟 小老师 我们走 走什么呀 小爷我今天本就打算收人吃肉 不能让搅局的小鬼给毁了 玫瑰 周嘴 你他妈真敢啊 走吧 我们回去说 周老师 没事 你也坐吧 帅哥 你有什么事呢 就跟我说 我听听 看今天能不能给你解决了 要不 你见天过来 我看着也别扭 我跟你说不着 能说着 太能了 但凡 跟周老师有关的事 都可以跟我说 你知道我是谁 不知道 这不等你说呢吗 你连我都不知道 也敢说跟周罪有关系 小老师 在呢 怎么了 宝贝 周罪 你他妈是觉得时间久了 你又自由了是吧 我不管你是谁 也不管你什么目的 但你得清楚 周罪这人 我收了 任何事 任何人 甭惦记 小老师 不用跟他都说 有些话我想自己对你说 好 听你的 周子你害怕 害怕我 徐文 叫小北上楼 知道了 你一会儿想说什么我都听 别紧张 你就是害怕了 你怕成这样 你是怕别人不能接受你 怕所有人都要离开你 怕你会孤独终老 你怕也没用啊 那是你的命 你懂吗 命 谁个妈让你进来的 别老子滚 拦着他 别让他跟着我们 周罪你敢走 行了 你走吧大哥 等一下 你说周罪的命 是孤独终老 先不说你这话跟放屁一样 就算你说的是真的 我也得跟你说一句 我这人呢 从来不信命 不管是人还是命 我想要就要 想改就改 只要是我想要的 逆天改命我也要试试 说得好啊 小哥 你以为你这样救我救了 随便来个不知道 哪里冒出来小人小鬼 你今后就万事大吉了 周罪 我告诉你 你想都别想 你没救了 你明白吗 这个诅咒 已经进到你血液里了 你就得输在角落里 一个人可怜的过完这辈子 谁都别想救你 他妈该放下去就放 让开放来 他妈别人 还得活上来 你怎么给我让 你那柯人 都得非得跟你一起发放 走吧 小老师 你行 你以为周罪这就躲过去了 小柯 你不知道我是谁没关系 你不想知道我弟弟是谁害死的吗 我操 你怎么闭嘴啊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你现在非他不可 那你又知不知道 我弟弟死在了周罪的床上 周老师 怎么 你还不知道是吧 他 周罪 用我弟弟全身的血泡了个咋 这还OK吗 什么情况 周罪我 我一直都想告诉你这件事 一直没找到机会 我一直以为 不过就是情人那点事 要你死在我床上是真的 我醒过来的时候 全身都是他的血 也是真的 你刚才跟我说的坦诚 指的就是这个事 是 因为是萧老师 所以没法一口答应一下了 不够坦诚的开端 就意味着隐瞒和欺骗 我不想 也不能这么对你 那你说吧 我听着 上次跟你提过一些 押您的事情 本来像是要跟你一次说完的 杨宁跟我从台湾回来以后 状况不动 他爱玩 而且玩得很开明 他认为心和爱是可以分隔 所以去各种夜店泡拔 会跟别人交往上场 对我甚至不会刻意隐瞒 他说我 这时候这些人玩吧 真正爱的人始终是我 那一刻开始 我意识到我们两人的不同 于是三哥那次事之后 好 好 这次给你添麻烦了 我保证我以后都不去三哥的场了 我们讨单 好 其实我很早就想说了 你跟我除了纹申这一个共同职业以外 再没有其他的相思之处了 你想说什么 我跟你不一样 我没有那么大度 眼看着男友在外各种来者不拒可以装作毫不在意 原来你在吃醋啊周罪 你别吃醋 那只是逢场作戏 有的人我连名字都不记得 你放心 我真的真的最爱的就是你了 你要相信我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亚妮 我觉得我们不适合再在一起 如果你愿意 我可以送你回台湾 你 你说什么 她的反应 是我从没见过的激烈 与刚认识她的时候判若两人 受罪 你想怎么指责我都可以 你想要我怎么给你赔礼道歉也可以 但你不能跟我分手 我爱你 唯独这一点你必须要相信 你听见了吗 你不能跟我分手 她拒绝分手 我只能试图跟她划清界限 却又不得不管她 毕竟她跟着我离开了家乡和亲人 在这个陌生的城市 除了我也再没别人管她了 看见了没有 我说会有人来替我付钱吗 睁大你们的狗眼好好看看 钱 给你钱 别闹了 杨妮 你怎么来得这么晚 让我一个人被他们骑 我跟她想分 分不开 在一起又无话可说 时间久了 杨妮变得越来越偏执 为了引起我的注意 甚至开始借我的名 在外面到处惹事 闹得快要连工作室都开不下去 那段时间我整个人疲惫不堪 所以我找了一个机会 再一次 正式地提出分手 她仍然不接受 甚至用酒精吞了安眠药 用自杀的方式威胁我 你作证 你作证呢 你作证吗 这样是作证吗 警方的警官 我还真正想说 上重要吗 我死了这一次 我明白了 我不再闹了 你不要 不要赶我回台湾 主寸 我不想回去 你先好好养病 我设计了一套图 等我好了 我们一起问给对方 好不好啊 你知道我不闻神 就不能为了我 泼泼一次吗 不能 怎么不说了 我怕你不愿意再停下去了 愿不愿意不是我能说了算的 萧老师 我没想着瞒你这些事 我知道 是阴差阳错的 赶到今天这个日子了 我就是在想 如果今天那个人没有出现 你顺利地跟我谈起这件事 我的心还会不会像现在这样 这么不舒服 这么不舒服 萧老师 我 没关系 你继续讲吧 都到了这个时候了 也没什么停不下去的了 我能抽烟吗 抽吧 我来吧 刚才那个人是汤亚伟 亚宁的双胞胎哥哥 亚宁第一次自杀后 为了稳定她的情绪 我没再坚持分手 我非常清楚 我能留下来是出于那份责任 已经不是爱了 可亚宁要的是我爱她的这份心 但我无法满足她 最后还是出事了 那天夜里 我做了一个很长的噩梦 你杀人犯 你有罪 看来看这满世界的血 都是你杀的 杀了你母亲 杀了你 杀了爷爷 他们全都是被你害死的 不是我 不是我 我没有 我没有杀人 我没有杀人 不是我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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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来之后 天还没亮 我感到浑身湿漏 梦里的那股血腥味还在蔓延 没有散去 当时以为我还在做梦 直到我发现身边躺着的是雅宁 雅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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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吗 雅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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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有零吗 我叫是吴东路中心小区 报好了九零六 我家有人自杀了 快叫救护车 快过来 我 我 我 你 我 我 我把家里的毛巾全都拿住了 绑在雅宁室外上的伤口 但湿气上 那里早就不流血了 雅宁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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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会这样 没有心跳 身体也僵硬了 人已经死了 打电话报警吧 医生 医生 你救救他 他还没事 救救我弟弟 抱歉 你弟弟失血过多 心脏停跳时间太久 已经无力回天了 是你杀了他 是你杀了我 我弟弟 你这个混蛋 杨宁是用我的体血 刀片割腕的 我被汤亚维 只争是凶手 在拘留所 待过一段时间 直到法医的事件 报告里说 杨宁体内含有冰毒 警察证实自杀 是杨宁吸食毒品后的行为 我才被放出来 我也是那时候才知道 杨宁吸毒 唐亚维认为是我害死了杨宁 所以这么多年一直跟着我 他认为我不能用心的生活 不管我去哪个城市 都必须得一直记得杨宁的词 我很不愿意让你听到这些 但我不得不受 我先走了 小老师 任我诉你 不用了 我想自己走 小老师 我真的不是好人 你在人间 我在地下 我给的是要醉钱 要醉要尽 小老师 平平安安 又 想确定一下关系 过个明路了 但是都听你的 领导 好 小老师 平安安 很急 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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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ß 努哥呢 走了 走了 是什么意思啊 他 我都告诉他了 全跟他说了 你怎么能全都说了呢 你挑起点说不行吗 我不想骗他 那他说什么了吗 没 大哥 咱 是不是被判死刑了 跟你没关系的是 你别想想 怎么不关我的事 你所有的事都关我的事 要不 我去跟小哥解释一下 也不然他会不会挺我的 小北 我知道你替我着急 但这件事 你不要插手 终于了完了吗 现在你是不是该谢谢我 跟周罪 你玩不起 松手 别怪我没提醒过你 他身边的人 没一个好下场 你要是还执迷不悟 小心连你自己也搭进去 我让你松手 走 雅薇 我知道你是这个世界最了解我的人 所以你不要为了我伤心 死在他身边我很满足 因为这样 他就永远都不会忘记我 只属于我一个人了 周罪 你放心 我会让你这一辈子 都丢不下牙女 你 Ramen 曾经 你为了我们的 그�子 都不会忘记我 你掌声 都不会忘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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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先带我 都不会忘记我 都不会忘记我 在云角 留恋忘返 光雨年如果计算 也曾在皮肤刻下印记 或弄或胆 直到你太熟 画出新的图案 梦的缭乱装入画的浪漫 鱼盒的伤口 风折光的温暖 我很喜欢 可我该如何回应你呀 我的心也无意继续 浪费光阴 可我该如何拥抱你呀 多重多轻 才够长久 才教你安定 Zither Harp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 色彩能覆盖色彩 记忆能被新的记忆冲散 Zither Harp 我与你生于台湾 天不愿 与生与你无关 与生太短 如同你曾把我往判作罪名 一笔一笔刺血几年伤心 好似说爱是为谁痛的情形 才算深情 可我该如何告诉你呀 我的心因你才学会放下曾经 可我该如何认为你呀 可我该如何认为你呀 人定人命 你留下了像一枚子情 可我该如何回应你呀 我的心也无意继续浪费光阴 可我该如何拥抱你呀 多重多情 才够长久 才叫你安定 我就想知道 这已经上了头的 能不能放弃 你不是说你不给自己闻什么 想闻就闻了 三十年没怂过 这次真怂了 认了 我肖哥那朋友圈什么意思 咱是没戏的吗 不知道 我没跟你开玩笑啊 你俩要是不成了 我可真身手了 别做梦 我真人情感洁癖 最烦心里永恒留着谁印记这种事 但这回我认了 原则可以不要 但不能不要我周老师 孤独中老婆大侠 我看你等到八十 能不能等出良人 能啊 良人这不就来了吗 小老师 宝贝 我来 我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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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